所谓感同身受 完全是自作多情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 近期民进党当局 配合美西方舆论 借乌克兰问题 恶意炒作所谓大陆的军事威胁 包藏着他们 图谋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和在岛内 煽动反中抗中民粹的祸心 完全是为了一党私利的政治操能 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台湾形势紧张的根源 是民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推进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活动 我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一切必要行动 针对的是台独分裂活动 和外部势力干涉 目的是从根本上维护 联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